日攻赛国拼双打各项高歌猛进!男女线单打将展开终日交锋 北京时间6月8日,2018年国际拼联日本公开赛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国拼众将在双打项目上高歌猛进,但是在单打项目中,周凯、顾玉婷、狐狸梅三名小将遗憾出局 男单方面,周凯在正赛首轮布迪瑞典正交选手M卡尔松,提早结束了自己的单打之旅 而张继科在首轮击败丹麦选手乔纳森后,将在明天的比赛中对阵自己的队友梁静坤,后者在首轮战胜了中国香港名将黄振廷,这场内战将会相当精彩 男单下半区,周击首轮击败韩国选手丁祥恩后,将在明天比赛中对阵日本队的张本志和尔玛龙下一轮的对手是日本名将吉村真情 女单方面,顾玉婷、狐狸梅分别遗憾赴于韩国销球选手徐校园和日本销球选手佐藤彤 在明天的比赛中,王满玉将对阵中国香港名将李浩琴,穆子则是与早田希纳进行对决 焦点之战发生在刘诗文与平言美语之间,他们将争夺宝贵的半决赛名额,而陈姓彤将与石川家纯和斯佐科斯间的胜者争夺半决赛名额 双大方面,梁静昆臣姓同逆转击败中国香港组合黄镇亭渡凯勤,成功挺进四强 下一轮他们的对手依旧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和军节礼浩勤 梁静昆臣凯的男双组合成功战胜主场作战的张本志和木造勇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中国台北组合廖正挺林云如 女双方面,刘诗文王曼玉惊险击败早田西纳伊藤美诚,而顾玉庭穆子则是轻松淘汰跨国组合巴拉佐瓦马特罗瓦 在半决赛中他们将分别对阵韩国队田智西梁夏寅和中国台北组合正先之刘心寅 中国体育直播平台,TSYBO,TV,将对本次比赛进行全程直播,敬请收看